這裡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過去競選總統時所使用的競選總部 沒想到選舉結束後 如今過了超過半年的時間 竟然爆出爭議 看看柯文哲 向監察院申報資料 競選總部裝潢費用貴得驚人 光是一間駕馭設計公司 就接連無比支出 從去年十月開始 短短三個月就花費一千一百五十萬元 總計裝潢費破一千六百萬元 明明是商業空間短期租用 柯文哲卻大手筆花天價裝潢 印發質疑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很離譜的事情 他在短短五個月的 這個總部的運用期間 設計費每瓶的單價 也超過一般兩倍以上的水準 行行價大約是兩萬塊錢 所以現在外界 針對很多的細目 竹筆的清查 而且是有提現上當的狀況 不只裝潢費引起熱議 新北市議員林秉優 再爆料新莊副租金重劃區內 面積約八十坪的一樓店面 每月租金落在二十二萬元左右 但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月租金卻要價約六十六萬元 從一百一十二年九月到一百一十三年 一月總共付了超過六百萬元房租 你以超出行情三倍以上的價格 來承租一個短期使用的競選總部 我覺得這個浪費的情況是超乎想像 我們實際詢問房仲業者 現在新莊副租金周邊商業大樓 每瓶的月租金大約是一千五百元 如果是八十坪的店面 每月大約只要十二萬元 民眾黨新北市議員陳士軒澄清 柯文哲的競選總部除了一樓 加上二樓的辦公空間 一共租用約五百坪 租金並沒有高於行情 柯文哲的政治現金申報 周中正義也讓柯文哲申報的 每一筆支出被一一放大解釋 三天新聞 林伯漢王一德 新北報導